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二月份三月份 如何把这个君子兰养好 尤其是像这种开花的君子兰 那么我这一颗君子兰这个花呢 已经大概开了一个月左右 很快呢也会凋谢了 因为这段时间这个气温已经开始回升 尤其是在我们南方 所以我们首先养护君子兰 尤其是这种开花的 我们尽可能呢 把它放到阴凉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不要给它阳光直射 如果阳光直射的话 那么这个花它就会凋谢的更加的快 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当的给它施肥 尤其是要选对肥 我这颗君子兰给它施肥的话 我会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很多花有不理解 为什么开花的君子兰会给它使用生根粉 其实大家只要理解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春季 君子兰虽然说开花 但是它的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变得强起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使用其他肥料的话 不但让这个花提前凋落 而且又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 所以我们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的话 首先可以强壮它的根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新叶片长出来 同时这种快速生根粉 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也比较高 它长根的同时 又可以给这个花补充充足的零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花又能开得更加持久 根又更加发达 等到这个花凋谢了 那么它的根也发达了 我们再给它使用一些大元素含量高一点的肥料 就能快速的长更多的新叶出来 那么这就是二月份三月份 君子兰开花之后 我们该怎么养护 才能让它保证开花更加长久 同时又能强壮它的根 到花谢之后快速长叶片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